現在我們用皮卡當隊長 皮卡當隊長呢 他的重點來自於 光人隊可以吃到比較大的增傷 而且他有必然增加轉租時間 雙隊長是一秒鐘 而且還可以減傷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這一隊 好久不見的皮卡光人隊 支持瑪雅當隊長明天 明天我們又馬 好久不見的地圖喔 差點都忘記這地圖了欸 我們換個音樂 做個強化珠 欸他可以轉過去就 噢 喔他可以轉過去他就變強化珠了耶 欸這根本就是為了皮卡做球的關卡吧 有看到他剛才那個嚕的感覺嗎 哇嗚 嚕一下嚕一下OK吧 可以可以這個嚕的感覺 一進場就有強化珠了 欸他的隊伍 隊伍技能我忘記了欸 好像是走25步就會有最大的增傷 我記得這樣就跟蛇斧差不多的樣子 然後走 呃到光人那邊 你知道路過光人就會有那個 符石 符石會變 變成人類強化珠 所以這隊其實如果 開一下皮卡 的主動技能應該還蠻強的喔 嗚喔好久沒玩了 有點驚訝 廢話他要討伐禮團啊 對齁 有這點能耐應該也是正常的齁 西索用他下面尻我了啦 好恐怖 我們看他在下面發射的東西出來嗎 好 這裡應該可以過吧 不要死掉啊 有了有了 嗯 OKOK 應該是不能消水 但是又要7combo以上 然後兩秒轉球 但這隊有必然正常要轉球時間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好講完了 水就用疊的才行 你看他是要手消泉水是不是 手消泉水啊 不是啊 我搞錯了 他應該沒關係 我們還是有機會 我的手掌 啊 啊 如果你手掌比較不行的話 你會發現到這邊主角已經跳起來了 所以其實你開主角也是可以過的 好嗎 等一下是強化五鼠盾啊 我們這邊 欸 插一顆光欸 插水跟插光 我們還是綠蝦版面好了 畢竟他CD2啊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把星珠全部給綠掉 好 欸 你看這邊都無數了 多開心 他這裡 確定皮卡技能還在 之後我們就開這一隻 開個主角來看一下傷害 直接的手轉 OK 就這樣吧 喔 怎麼天降 我想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666 一波過去 帥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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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好 接下來就是複加效果消除 哇 這邊全部都被消除了 這樣應該沒差吧 好 不管他 光珠 光珠卡住了 尷尬 尷尬尷尬 真的尷尬 怎麼辦好了 欸 皮卡唸能力是什麼啊 我忘記了耶 但是應該也不用開到唸能力也會過啊 應該啦 好 過了嗎 啊 沒有 沒有界王了耶 尷尬尷尬 早知道我那皮卡變身了 沒有變身真的很難過耶 喔 過了 第二階段 不能手消暗珠 欸 你看之前怪他很佛耶 你看他不能手消暗珠 在現在來講 他可能肯定加一個什麼 以 移動軌跡變問號對不對 讓你 讓你痛不欲生 在這邊是很佛心的 只有沒有手消暗珠的這個限制而已 好像什麼 他的技能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盡力 消一下 把光珠綠多一點出來好了吧 等一下會比較舒服 呃 這是水珠卡住了 第三章是誰 第三章是 第七主角吧 第六主角 想錯了 欸好簡單喔 欸之前 什麼 感覺第一次打這關卡的時候很難 現在就感覺好簡單喔 耶 皮卡念能力可能會鬼然爬毀 為什麼他念能力到底是什麼啊 我忘記了 昨天真是通關了 還不錯 打這關卡 綽綽有餘 雙成就一次入手 平時通關 天哪 有印象